我没有舞台经验 从来没有上过舞台 我是厨师 对 你会紧张吗 还是有一点紧张 喝点酒会好一点 真的是酒吗 你尝尝 今天大开盖子成形不像啊 谢谢 喝完酒一下就好多了 祝你好运 加油 你好 请自我介绍 老师 各位大家好 我叫耿小蕊 我今年29岁 来自四川 我是一名厨子 做穿菜吗 穿菜 穿菜 太好了 你给我模仿一个 你在后厨 后厨工作时候的状况 后厨工作时候的状况 是吧 李姐 加点华菜拿过来 来了 这么帅的厨子 在厨房里不就糟蹋了 应该出来堂堂见见客人 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歌曲 我带来《花房姑娘》 请准备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 并没有话要回应下 我不敢抬头看着你的脸庞 以为我要去向何方 我去着大海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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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旌旗相识给我 我 咋样 你问我要去向何方 我去着大海的方向 你问我要去向何方 我去着大海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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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不觉忘记了 我 方向 你说我世界上最坚强 你说我世界上最坚强 我说你世界上最善良 我说你世界上最善良 连世淘宣 你是世界上最善良 你说我世界上最坚强 我说你世界上最善良 我说你世界上最善良 好 谢谢 你找到你的花房姑娘没有 哦 没有 没有 没找到 就是我想找到花房姑娘 花房在哪儿我都还不知道现在 你来到我们中国梦之声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是在厨师里面做偶像 做厨师里面唱歌唱得最好的 你在厨房做菜的时候会一边唱歌吗 不太会 因为厨房你生意好特别忙的时候 你只会叫墩子赶紧把菜传过来 就根本没有时间去唱歌 好 我跟你讲 你刚刚唱歌的时候呢 你才唱了两句 我们就喜欢 喜欢的理由很简单 因为你真挚 淳朴 真诚 我就是一个唱歌的 喜欢唱歌的厨子 特别好 真的很喜欢 反正我给你过 谢谢 我想大家都感受到了你的真诚跟简单 其实音乐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我给你过 谢谢 又会煮又会唱 那就欢迎您加入我们的偶像学院吧 我就是下一个中国偶像 高手在民间 祝您好运 好 谢谢 还是谢谢你的酒 谢谢 下次再请你喝 好 拜拜 好 谢谢 好 客人 好 谢谢 咸 嗯